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这是我工作的份内之一 我是负责企业事务 企业事务其中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企业传讯 就是和传媒的关系 和日常处理一些公司在需要发放新闻资料方面 近一年就比较可以这样说都经历过几个大是大非的事件 需要向公众去交代一些事情 我成为了国泰航空公司的一个发言人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有机会代表一个大公司出来说话 好像也有很大的成就感 或者一个代表性的人出来说 不如我们先看看你如何入行 不是有心去投入这个公关的工作 读就读政治系 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你不去从政 我想当时我们的年代就没有什么说从政 你最多就是说是入政府工 其实我做过的 我就考了一个小小的EO 是第一份工的提供 你知道当时的大学生第一份工提供有政府工 父母当然说收入也不错 女儿去了 就去了上班 但做了几个月 就发觉自己原来不太喜欢坐得比较固定的一个工作 早上晚上五那些我原来觉得挺闷的 而且EO是处理很多是文件的工作 我就觉得不如试一下可不可以去外面试一下厂 因缘制会就入了商界 就是做了一个叫公关的工作 一开始做了好几年 又做过酒店 又做过商场的公关推广 最后就是做这个旅游协会 就是现在是旅游发展局 一直都是做传讯的工作 直到1998年就入了国陈航空公司 都是入企业传讯做它的主管 一直工作都没有想过会变的 但就很感谢国陈航空公司给机会我 在2000年就是晋升为我去尝试做一个运作的部门 就是这个机舱服务部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管理我们的机舱服务的同事 和飞机上的餐饮和我们的服务流程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在我事业上 打一个转 做了8年在纲位上 亦都管理飞机场地勤工作 保安各方面 接着在2008年我老板就说 不如你帮我们看企业事务 看看我们和环保的工作 社区的关系 不要只是看运作部门 我觉得也不妨 有种感觉是重出江湖 但感觉是很有满足感 很多时大家会觉得 出来做发言人好像挺威风的 我经常见报 我觉得那个其实不是威风 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提醒我的亲朋戚友 张伟欣在哪间公司工作 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Eugen 你也很清楚 我们香港的传媒朋友 他们效率很高 他们问的问题可以很尖锐 所以其实一个发言人 有时你不是有太多时间去准备 你需要即时作答 表面上是风光 但其实背后压力是很大的 我听阿娟先生说 其实你是一个挺通才 因为你读了政治 有基本教育 去做过政府工作 短短的时间 又去过女学发展局 变成很多不同的范畴 你都可以释认得到 你觉得今时今日我们读书 可能你会读医生 当然做医生 多数做律师 但其实很多朋友 可能读一些比较是 通识一点的课程 你怎样去告诉他们 你的发展开游 这样跳 我觉得很好玩 你凭着什么终止做 当日我肯定是毕业 我今天在国泰讲的 我没有想过 你怎样去跟他们分享这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 那个路程 我相信我们的年代 跟今天我们常说 我们现在是年轻人80年代 80后 90后都好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很看你自己的取向 和你自己的态度 等于刚才你说得很对 你一是 就是说你读书的时候 你已经很清晰知道 你自己想走哪条专业的路 那你就读专科 你读专科 说真的 你就会很清晰地 你知道你读完多少年 你就要去practice 然后你出来做医生 做律师 做会计师 那条路是很清楚的 但我也差开一点点 我又认识一些机师朋友 说你都可能不信 他是做了一个全职的医生 三十几年 接着是考我们的飞行员 是的 我很开心 我看到原来 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专业上的共用 说回说 如果你不是读一个专业的科目的时候 其实你的空间很大 我自己的情况当然是一个例子 我做一下政府工 接着我就可以去商界尝试 我想这个很贵 很似乎你自己本人 你自己勇敢去尝试不同的工作 是否一帆风顺 我不会说一帆风顺 因为任何一份工作 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一定是有很大的压力 而且也要去适应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一帮新的同事 甚至乎一个新的企业文化 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因为一路跟我的上司 跟我的同事 都能够很合拍 这个一定会有帮助 但又要去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用一个什么态度 你去跟别人相处 以及将你自己的时间和精神 如何批准在你的工作上 如果说回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时 我不要说我心理 我经常说 如果现在很多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读一个课程 现在的家长 都很多时候给很多机会给现在的年轻人 他读完书之后 可能他是20岁比较鬆 他不太知道自己想有什么发展 我就很鼓励他们 投身航空公司做机舱服务员 不是为了我想招聘他们入行 这个固然是我的私心 但我是很真正正相信 其实你做三两年 当你刚刚毕业 你其实是一张白纸 你什么都不知道 做机舱服务员 你会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人情 封土文化 你会去周游列角 是你做了一个专业的工作 或者做了一个商界 你走不开 Eugenie自己也走不开 但那三年的工作时间里面 你不会 除了你坐飞机那段时间 是在做你的工作 你去到海外 譬如去到欧洲 你有两天或三天 是停留在当地休息的 你是可以去观光的 我们不会 你提起这件事 我接着想问你 你先回答我 进去国际航空公司 大河汉认识都是空中少爷 空中少爷 老实说 一定有你们的要求 我想商务竞争都不小 是否学历一定要大学毕业才行 是否一定要英俊美女才行 我也想听这件事 为什么 国际航空公司感觉 是很严格 很严格的 其实情况是怎样 其实入职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我们在说 将来三三四季就叫中六毕业 中六毕业就已经可以考 如果旧制的时候 中五毕业 然后英文的Syllabus B合格 你已经可以申请 我去到中五毕业 当然是合格 合格到中五 最要是英文 是Syllabus B 合格就可以了 不需要crack 其实要求是很合理的 很基本的 很基本合理的 因为我们要的 其实很重要 当然是为何我们会对英文的要求是Syllabus B 因为始终我们接触的海外乘客是多的 是大部分 所以英语是航空公司里面的 Primary Language 所以你日常的沟通 无论你在工作上 你上课 在训练期间 我们全部都是用英语的 所有我们的政策 任何文件往来都是以英语行先 年纪呢 年纪是19岁 你就可以申请的 最高是多少岁 最高没有 没有定多少岁 我们有30岁的都来申请的 最重要是你本身的性格 我们很着重他的性格和沟通技巧 学历只是一个因素 但因为现在你都知道 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都有机会读到大学 副学士毕业 所以好像感觉上 就觉得是要去到大学毕业生 才能入职 其实不是 我们都不会说 特别是有优待给大学毕业生 我们就会很公道 我看的就是说 你符合了基本教育条件之后 我就看你的性格 看你的人制的技巧 沟通技巧 还有一个小组的游戏 去观察一下 究竟你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怎样 最重要是你的态度 是否一个诚恳 和愿意去做一个服务的人 那些条件满足之后 你没有工作经验 这个完全不成问题 因为你进来航空公司会教你 因为刚才在说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 将来发展是那个 所谓的服务经验 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国际航空公司 或者任何航空公司 做这方面的工作 都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多人在做这件事 它进升机会如何 如果机舱服务员 它有四级 它入职的时候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就是机舱服务员 接着就升做事务长 接着高级事务长 然后就做到机舱服务经理 要多少年 如果你去到机舱事务经理 我想十几年 十几年 人工都不错 不错的 因为其实除了底身之外 也有其他类型的津贴 而且刚才我都说了 其实你投身这个行业 你本身一定是一个 比较外向型 喜欢旅游 喜欢到处去看看 认识新的市民 其实我经常在想 飞来飞去 当然也很开心 做事也要做 但跟香港的家人 朋友也难 难关注到 这是工作的性质 所以我经常会跟年轻人说 你要考虑 你愿不愿意 有这样的生活模式 你说得对 因为当人家可能是 上一个固定的朝九晚五 一至星期五 你可能 人家在睡觉 你半夜起床 拉着行李箱 就要上飞机 有时孤单起来的感觉 挺凄凉的 但又是这样想 当人家 上班很辛苦的时候 你可能是在放几天假 很他条的 我想是各取所需 即是不同的模式 是的 你觉得香港现在 不要说国泰 国泰的航空公司 我们不要只说国泰 航空的社会除了机窗服务员 外也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是跟行业有关的 例如你那些 catering 食物 那些东西 其实那个 发展空间 对香港人的机会大不大 其实机管局 机场管理局最近都公布过 在机场岛上 直接聘用的职位有超过6万人 这么多吗 很担心的 因为里面其实 航空公司 只是国泰就2万 接着我配餐公司 那里有千多人 接着还有是 维修 飞机维修 地勤服务那里有三千多人 做机场有很多不同的配套 譬如说 刚才你说是有零售 有餐饮业是在里面工作的 那还有巴士 是吧 巴士不是就是说我们 平时见到一些大巴士 而是机场里面的 是的 的运输工具 还有很多我们大家看不到的 譬如说是保安 那这些工作 全部都很适合年轻人入职的 而且很多是适合 你完全是没有工作经验 你都可以投身 因为为什么 很多的工作都会有 自己的培训 来到去提供 那个的在职的训练 给新入职的朋友去做 6万人其实真的不小 不小的 发展局是否很大 是很大 还有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整个空运业 在香港的发展 以2010来说 已经是机场 香港机场 我们是处理了 超过五千万的乘客 就四百多万吨的货量 而我们预期未来的十年 是平均即使是 每年平均是说4%的增长 都是一个很大的 我们怕不怕输给内地 怕 如果我们停在这儿 就会怕 在说内地深圳飞机场 广州 我也知道 很多人会去外国 北京深圳飞去上海 想找到机 听很多这些故事 怎样可以保障香港 香港机场 现在我经常都觉得 是我们自己一个 很值得骄傲的一个成就 但其他东南亚地区也好 或者刚才你说的 内地的机场也好 广州白云机场 三条跑道 将来要开到五条 深圳机场已经开了第二条跑道 也计划第三条 香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利的地理位置 我们有一个很优越的硬件 我们的机场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航空政策 所有这些东西 再加上外置 本身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航空公司的网络 我们一定是要继续发展 就要令到香港 是可以给我们的其他竞争对手 是跑得更前 那我们才不会制厚 而这个过程里面 是需要很多配套的 政府的政策 机场方面 我们现在将会面对一个容量的 樱颈问题 所以你都知道 机管局都说的 要兴建第三跑道 做一个咨询 我们希望香港有一个共识 能够整个社会凝聚 就是我们要继续努力 去跟我们的周边的竞争的话 我们必须要不停地投资 是来到去提升我们的机场的营运力 再加上就是航空公司 也都要不断投资 只是以国泰这么说 我们已经公布了一系列买飞机的计划 由现在直到2019年 有97只新飞机 会加入我们的机队 坦白说 如果我们不是对香港有信心 我们也不会投放这么大的资源 因为这里是一千多二千亿的投资 很大的数目 我们下一次再和Queen谈谈 第二个问题 我们第二节回来 今天捉了Queen上来 一定要多说一些 不要说秘民 特别有些很少人说的东西 有关于航空公司 因为航空公司 刚才在上次听到 有六万人在岛上 配合整个飞机场工作 又以Queen为例 你管过机舱服务员 一定知道很多故事 不如和我们分享一下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或者令你很深刻的印象 香港的同事 在香港好 外国好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工种 不如我们试试和谈谈 告诉我们 好 其实我想一般大众对机场 或一对航空 最认识的一定是机师 或者我们美丽的空姐 和空中少爷 这两个工种 的而且很有吸引力 刚才我都说过 因为他本身工作的性质 会令到他很多时候周游列国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亦都令到他们的工作 特别有趣 尤其是如果他喜欢去旅行 和享受不同的风土人情 吃 但这两个工作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工种 是很多时候大家看不到 他们在背后默默地干 包括在机场地勤 其实你check in 看来好像很简单 有时很多时候 你可以在网上做了 如果你没有记仓行李 你可以一枝箭 直接上机 但其实仍然有很多乘客 他有一些特殊的需要 举一个例子 例如老人家 他们需要有人陪他们入门口 带他们入门口 这些都是机场地勤的同事去做的 很多时在地勤会看到的 真的是香港人在机场 我们常说有开心又不开心的时候 大家再见上机 有很多很感动的时刻 但也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同事处理一些特别的需要 例如有些过境的外国游客 他来到香港 他可能是不见了证件 很多时候你就会说 那就去入境处 但其实他们第一个会找你们帮忙 都是航空公司地勤的同事 我们的同事是很尽心尽力的 有几个个案 他在香港滞留期间 我们的同事会陪着他 有些个老人家身体不舒服 他是一个印度籍的乘客 他不懂得说本土的话 我们找个印度籍的同事陪他 甚至乎我们的同事在医院探他 让他觉得有人照顾他 其实这些很多环节每天都有发生 这些是否特别是香港 是否特别是香港 是否特别是香港 我们给到这个服务 但国家是否可以 应该都有 当然我们自己是以香港为家 所以我们特别会留意到这些环节 另外配餐公司 那里有千多个同事 如果大家有机会参观 其实是一个很机械化的生产场地 每一天有七万至八万个餐 其实我常常想一样 踏身飞机 有时吃东西吃东西 肚子可能不是很舒服 你知每架飞机只有几个厕所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 怎么办 我常常想这件事 你作为医生 你应该对我们要很有信心 其实配餐公司 航空公司的配餐 在卫生的要求上 等同医院的手术式的卫生程度那么高 因为我们正正要避免刚才你所说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食物安全卫生的控制是很重视的 还有我们也有十几种不同的特殊餐 配合乘客的需要 包括一些可能是因为他是病患者 譬如糖尿病 又或者他要吃低盐 我们可以让他在网上看到有什么餐 预订 配餐公司亦有很多是做 真正是落手术的主餐的同事 你可以学习做厨师 但亦有很多同事做真的去分法 把东西放好 你看到你们派的餐上来 很齐整的东西 其实背后有很多同事在后面做的工序 这也是配餐公司 别人看不到的工作 我常常看到 当国泰 我是家定达国泰 开出去看 这间是哪间酒楼的特别菜式 其实是否真的 即日在酒楼搬到航空公司 给我们的餐 还是请到那位师傅去那里煮 还是你们去跟煮的菜式 我常常想知道 其实我们跟他们合作 是他们提供意见给我们 以及教我们的厨师煮 因为刚才说过 卫生问题 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厨房制作 对 所以有些个别的材料 可以由餐楼提供 但都要去到我们的厨房 再加工或者再处理 我们也很感谢很多这些 在酒家食肆 他们跟我们合作 他们是很无私地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菜单 然后跟我们的厨师调教 有一件事 尤尊你应该让我清楚 你知不知道人的味蕾 上到39,000尺的时候会有变化 你有没有留意我们的食物 是会的味道 你有没有觉得和你在地上吃有没有分别 应该比较浓一点 是 因为这也是专家告诉我 我不懂 他说人的味蕾 上到这么高空 其实差不多打了七折 所以我们要做得咸一点 做得浓一点 因为上到去吃就刚好 所以如果你说 你跟着酒家做的 就差了一点 而且我们的餐厅 不只是给国际航空公司 在外国经过 例如有一家British Airways 英国 即是香港 他要拿餐 他也会跟我们买 他也会跟我们本土配餐公司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是很大的生意 我都说一天 只是国泰的配餐公司 一天的生产量 差不多八万个餐一天 很厉害的 八万个餐 而当中 国泰占了大约70% 其他就是刚才你所说 其他航空公司客户要用的 配餐公司是一种 另外就是飞机维修 香港有一个 我们自己的 真是百分之一百 香港自己的飞机工程 维修公司 港机工程的营兴公司 在香港已经几十年了 他就有自己的学徒计划 到现在也是 所以如果你读完中三 他可以申请他们的工作 进入一个学徒计划 然后一直有培训制度 有升职制度 你最终后可以成为他们的工程师 想起来香港在这方面 我想成绩很好 在香港飞机场这么多年 我们真是很幸运 没有大事故发生过 亦没有人经过香港维修出了什么事 香港的水平 绝对是国际级 香港是 我真是由心地说 我觉得我们有几个 我们自己是龙头的行业 真的做得是世界水准 是一流的水准 而航空是其中一个表表者 你不要说我们每次出身外回香港 最快出得到机械回到家 全世界一定是香港的 没有那么快 但另外一个例子 譬如医疗也是 医疗也是 医疗和教育 金融更加我们不用说 所以我们是金融中心 但譬如金融你也可以到处搬 但譬如刚才我们说医疗 和说航空 一定是要自己在本土去做的 因为譬如我有一国两制的政策上 香港是自己和其他国家说航权 所以香港 譬如国泰 我65年来都是以香港做基地 我一直都要在香港 我不会说我可以飞去深圳 又在深圳那里停留过夜 然后拿到那里做基地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 香港的龙头事业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很努力地继续做好它 我都遇到很多朋友 香港的机师越来越多 以前多做外国 澳洲 英国都做机师 越来越来越香港人都做到机师 很开心 其实我们都看到香港年轻人 我想这十几年来 航空公司都不停推广 究竟机师这个行业是怎样一回事 多了很多认识 发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有兴趣的 现在亦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课程 在坊间被同学学习读 然后它也可以考国泰的飞行培训课程 来进升飞机师的行列 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进升机会也很好 尤其是在亚洲区航空业仍然是一枝独秀 如果相对在欧洲或美国的航空业 因为受到经济的冲击 他们是比较辛苦的 Quin Sir 今天你来到 一定不可以不问你这些问题 最近大家都看到电线 我们去年伦敦大风雪 又删上了飞机场 郭泰有好人去接我们香港的小朋友 最近日本有发生地震 有讲经营的事 分享一下 我想你通常在镜头前 一定要讲一些代表公司的话 今次是我的朋友关系 讲一些感受 首先我想香港人真的很有福气 因为我们的政府和航空公司 或者不同的单位 在发生这些突发事件里面 第一时间都会想方法 如何疏导香港人 让他们尽快离开地方回香港 又或者尽快把滞留在香港的乘客 带他要去的目的地 插一句 如果我今天真的搭 韩国航空公司去到曼谷 曼谷有事 我把飞机票应该坐回香港 是的 那真的有急事回香港了 是 去政变 国际去接他 回来 所以会给他飞机票钱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第一要看他买票总是怎样 但就以伦敦大雪 去年12月做一个例子 当时我们和特区政府 一直很紧密合作 本身第一件事一发生的时候 其实当时整个机场立刻封闭 所以曾经在电台上 有些家长打电话投诉 为什么那带不飞机票 当时我真心想 不是我不想飞 是我飞不了 危险 不单是危险 因为机场是关闭了 所以不能飞 我飞机又不能飞出来 又不能飞进去 但当我们知道 机场开始陆续回复正常的时候 我们是和特区政府 一直很紧密的联系 第一时间马上加航班 去疏导在那里的 本身国泰的乘客 这是我们首要有考虑的 但我们也和特区政府 跟进有多少 我们要去估计究竟还有多少香港人 是滞留在那边 是需要回香港 当时大家如果还记得 刚快到过冬和圣诞 就是 发生的时候 当然香港的家长很紧张 我都明白 我自己也是家长 他们又觉得天气这么冷 他们的子女如何算 当时我们和特区政府 这个驻英国经贸办事处 联系 第一时间 我们安排了在机场酒店 因为没有酒店房 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况 不只是国泰航公司 不只是香港人滞留 是所有外国的游客 都在伦敦滞留 如果要去伦敦就去不了 或是接驳机也去不了 都走不了出来 所以当时根本没有酒店房 但当时有百多二百个香港学生 因为他们很多中学的人 要离开他的保护 或是离开宿舍 所以他们已经在机场附近 已经在等候飞机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订了一个宿舍 起码让他们安顿 提供一些基本的食物 一些皮铺 让他们不用封餐露宿 你哪有些皮铺出来 没办法 在飞机拿下来 有很多 譬如我们在配餐公司 我们有些购物 我们也跟酒店要去谈 所以不最理想 但也是一个权宜之计 另外跟特区政府也要考虑 我们预期要多少班机 才可以疏导小朋友回香港 那里其实很多工作要处理 因为当中就出现刚才你说的问题 有很多的小朋友 可能他不是拿着国泰机票的 我们就说我们都会 如果特区有特区政府登记了的 我们都会接纳他相机 所以这些其实很多背后的工作 还有很多人是放了很多心思去想 怎样是最安全最有效率 是尽快安排 我们当时就留在英国的乘客 香港人回香港 我感受很深的 就是因为当时当然 就是有很多的声音表示说 特区政府做得慢了 为什么国泰不派多些机 为什么会安排这么混乱 坦白说我想这些千年不遇的一场大雪 是没有人可以预计的 我想在整件事上 当然我们永远都会跟自己说 一定有改善的空间 但是最重要当时 就是Hands on my heart 我见到无论我们在当时 伦敦希少路机场的同事 值班的同事 香港总部的同事 特区政府保安局的朋友 入境处的朋友 大家怎样是一条心 是不眠不休 去安排航班 安排小朋友上机 尽量有些就 譬如有一天 希少路机场还没开 我们就要安排一些小朋友 可能要去曼切斯特的机场上机 我们就确保有巴士 陪伴他们 那次搞了多少天 我想好像头尾三至四天左右 我最记得 我最开心 因为那时我要出来做发言人 我就跟我的同事说 真的可以了 我要出去说了 我出来说了一句 我很有信心 我们香港的小朋友 应该可以赶到回来香港过圣诞 实际上 就由过冬天开始已经回来了 是 是其中一件急局 八个月之前也挺特别的事 几个月前的事 其实到日本发生地震 整件事一发生 大家都没有想到牵连这么大 而且因为核泄漏的问题 是延续了很多天 最初又是 跟特区政府立即合作 看如何安排在东京 要回香港的日本人 香港人回来 那时我们也是要加航班 但是令我最感受很深的就是 我真的对日本人 是有一个很尊敬的心 这次我们看得到 第一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住东京的同事 本身他们也受到影响很大 有些同事他们自己的家也受到影响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离开他们的工作崗位 我知道很多日本人的家 在东京的人 特别富有的人家 全部离开了 离开了很多 是 但是他们是很有专业的精神 他们是上班 就算他们的心情很沉重 因为对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但是同事是很冷静很沉着应战 跟我们就保持很紧密的联系 就一直不停地告诉我们 现在有几多乘客在机场里面滞留 我们会怎样安排他们上机 但是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是身心俱疲 但是他们没有投诉过一句说话 相对之下 那个我感受很深的就是 反而我们香港的朋友就怨气很多 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么慢 为什么你们又不可以再安排快一点 我会想一下其实我们很幸福的 如果日本人在一个国家大灾难的情况之下 他们仍然是咬着牙关 来到去保持他们的专业精神 去提供服务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自己每一次在经历这些大事件上 我都有很多体会 但体会之余 是令到我学习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听到我都愚痴愚痴听你说的 好了 问你一件事 去年我们香港人有很不开心的事 我的朋友去菲律宾玩 预遇了一个很大的 真是一个悲伤回来 我们有很多人 因为命都没了 那次的感觉是怎样的 跟香港人一样很悲痛 但是第一时间收到特区政府的电话 二话不说 我作为本土航空公司 你知道香港没有国家航空公司 但是国泰65年了 我已经当了我自己是香港的航空公司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就是立刻调配机队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困难的事 但是真的是 因为其实航空公司 是不会有士兵飞机坐在地上等运渡的 我听说飞机停在那里 好像是贵的 其实从一个商业的角度 那个是生产力来的 但是当时跟特区政府说 我说你给我两个小时 接着我回电话之后 我说四个小时之内飞机可以起飞 然后特首出来宣布 然后我们在凌晨 就安排到飞机 接载了受影响的家属 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 是马上飞到马尼拉 整件事 我的同事又是整晚通宵没睡 还有我们特别要抽调一些机组的同事 即是机师和空姐 也要很急速地 要确认他们这个航班的特别情况 然后那艘飞机 我们就停留在马尼拉 就是等特区政府差遣 因为不知道这件事 要绕阳多少天 还有我们要在很多货运上 安排一些另轨回香港 都挺复杂的 很复杂的 即原本这艘飞机应是再另外一些东西的 你抽了我出来 那些同事原本不是回这个工 又要回这个工 做多久又不知道 人家都很难去计划 是的 但是我们的同事真的很专业 其实家属回香港 也有转大一些感谢的讯息给我们知道 我也很感动 因为他们说我们机舱服务的同事 是很敏感 对他们 很知道其实家属的心情 是很悲痛的 真的不容易 你坐一班家人 是 送他去那一程 如果你想想你在机舱里 你跟他说什么 你又希望他的身体会舒服些 但其实你又不能阻止他 很不开心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很感激我的同事 他们是很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他们要用一个什么的专业态度 来支援我们的乘客的需要 不过说真的 我们出国外的朋友都知道 特别去一些不太好的国家 不过落后小的地方 有时见到国泰一搭后飞机 比较安心 有时我会被人报纸 至少是好家居的感觉 你们的公司很成功 谢谢 我们在下一节 探讨一下Queen Siege 人增令的故事 好 来到我们的最后环节 刚才在两节中间 Queen Siege 我不是说青年人 我不是说青年人 我已经提过了 我想说一下Queen Siege 一生我的自由故事 为什么呢 刚才两节 你都看到Queen Siege 是一个很爽 很直 很有能力 思路很清晰的朋友 也不难解释到 他今天可以坐在法人的位置 但是其中 我相信一定是人生里面 有不同的高高低低 令他更加成熟 更加发挥到他的才能 我第一次认识Queen Siege 我记得是和先生一起认识的 我第一次坐在我旁边聊天 我跟郭泰说 好好聊天 接下一次的功能 就找到他先生Adam Adam 通常我们交换卡片 卡片第一次给到我四个字 叫御用闲人 什么叫御用闲人 你玩什么 你是什么公司 我真的是御用闲人 为什么 我是呢 我不用上班 你很年轻 我差不多大 怎么不需要回来这么幸福 他说我就是在家里照顾家庭 很特别 香港的男士 今天没有一张照片 趁得起Queen 我可以随我说 绝对是很presentable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朋友 不如你解释下 什么叫御用闲人 和Adam 为什么会跟你对调的位置 不如你告诉大家 很特别 御用闲人是他的专号 他自己改的 不是我监责 他说他是我御用的 御用就是我 我专用的一个闲人 是 他是一个很 他在世界上看得很通透的人 我这个老公 我也无话可说 他和你好像是由小学 同学 一起读中学 但是没有交流 完全不过电 完全没有 是我读完大学毕业 是否同一年 同一年 同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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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年同一班 但是完全不过电 然后大学 他中午读完书 他就没有再读 他就做事 我就入了大学 但是就保持联系 以前没有Facebook 当然 间中电话 但是我读完书 才拍拖 他给了很多啟蒙 因为他在事业上 他经历过很多喜与跌 他人生的第一统金 就是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已经找到了 很聪明 但是他又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 但是他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有时觉得天时地利人和 可能欠缺了一些东西 没有问题 我觉得有时你要在适当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退 在什么时候你要去充 这件事他看得很通透 我们是90年代结婚 我入了国泰的时候 刚刚是我的大儿子 要进入一年班 小儿子就准备入幼稚园 那时候我们就大家聊 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 我一转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我就会放很多时间去做那份工 希望做好那份工 所以他知道我不会有很多时间给到两个小朋友 但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朋友 我们就觉得我们必须要对小朋友有责任 你不能生了他出来 就交给别人照顾 虽然我们也有姐姐帮我们照顾 但是那时就决定了他退居幕后 就大家兑换了个角色 在当时来说其实都挺不平常的 不如这么说 我没有跟你说过 他说完给我听之后 我问他 为什么你这么聪明 因为你簡直是我的偶像 你不是第一个男人这么说 是吗 每个人都说 不过这样说他也是付出的 你想想他要放下大男人的一面 不如我又告诉你 我初在想通常你一天这样发生 当然那个女士很压榨 那个先生是没有遗棋 但我告诉你当你看到他们两个人 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我们那时一起去上海看世博 全程都有谈谈 看到他们那种互相尊重 我是想不到的 因为之前是认识同学聊天 就是一起去玩的时候 真的不是你说完事 你现在绝对不听 想到我兇死而已 这件事很特别 我想其实第一就是说相处知道 我想可能和一间学校出来 我们都很受我们学校校风的影响 很相信大家要互相尊重 互相给大家一个私人的空间 他很支持我在我的事业上的发展 而我也觉得既然当时 在事业上他没有我那么顺利 那倒不如大家调换角色 现在回头看我们没有后悔过 亦都很主张 亦都很赞成其他的家庭 如果可以的话 是真的留一个 为什么以前是妈妈留在家 其实那个角色 就要有人去照顾家 对 为什么要照顾呢 其实是同一个小朋友的感情的 一个凝聚和维系 两个儿子在爸爸陪着成长的过程里面 所有的游戏都是爸爸做得好 因为我其实不是运动的 所以足球 蓝球 羽毛球 什么都是爸爸一直推动他们两个 他们现在三父子很死党的 而我也很开心 因为当时他们接受了我在外面要跑 但到周末我们一定是四个人一起 到现在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们时常也在一起活动 直到今年哥哥去了大学 去了澳洲 所以我们只剩下三个人 但是这个组合 譬如说 先生主内 我主外 其实是完全不需要去考虑到 一个所谓的性别上面的一个规范 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样做 是有很多人很莫名其妙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普遍 当然有些问题 否则不会这样 就像你这样说 觉得老婆太压榨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庭维系 很重要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角色 只是有些跟传统的思维不同 但是所做的功能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节目的专业建言 我就很希望借我们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聊天里面 给多一些不同的意见 或者的想法 给朋友去参考一下 其实我这件事 我为什么今天会特别在这个节目 会提一个这么私人的事情 当然是Quinz不介意 就是问了他 因为你看到现在香港的男女 那个社会变了很多 很多女士现在成就真的很好 以前可能没有机会发展 现在社会很多人可能 单身都不奇怪 我发觉 其实真的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路 你正正走得到 比如说那时候先生未必是最好 那很多家庭呢 不是这么好 那时候可能 家庭可能有很多东西更加不敢发展 要强行去 可能我先生会遇到更大的挫折 那个后果控制不到 对不对 当时如果Quinz发展也好 不如你先走 大家都一起合作 正正你两个小朋友在这个环境下 有很好的环境 有爹地陪了 有多少个人 有爹地陪了两个儿子 但这个 绝对是你两个小朋友的福气 反而 不是应该 我们要怎么去问 Adam怎么学习 反而要多谢这位妈妈 肯放弃自己 同身分子有这么好的关系 时间出去做的 是 但是这样说法 就是 很多事情你自己都要去定个priority 就是很多时候 那些人说 哎呀你这么忙 你有这么多个角色 你事业这么好 那你一定是没有时间兼顾家 你怎样去 就是work life balance 我说其实work life balance 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景地 就是你说能够工作 和自己的生活 都能够有一个平衡 其实是要看你首先你自己 要决定你的priority在哪里 是 当我的小朋友更小的时候 我的工作是 我必须去做好 因为我当时要去支援家庭的收入 但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一放了工 我全部时间是给了我的小朋友 是吗 直到他们现在已经大了 到大学了 那我开始 现在我的priority就有少少不同了 我开始希望可以做一些 我自己个人以前没有时间去做的东西 是 包括譬如我开始 又学人写一下专栏 又 那我们有一队band 那我们很开心 可以夹一下band唱歌 以前是我没有这样的luxury 因为我星期六星日 我想给了我的小朋友 正正刚刚你所说的东西 因为我平日没有时间陪他们 是 但是那个星期间 不要小看 你只是一个星期 只有两天也好 那两天 那儿子是感受得到的 是 但是你说我又要做一个妈妈 又要做一个职业妇女 又要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又要这个那样的那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苛求 是 所以我觉得是one at a time 不要对自己 每一天都说 我要是一个完美的人生 所以每一天都要有份 那你猜会不会下一步 因为我猜一下 我们的年纪都相若了 有很久去做 会不会有一天 捉到Adam出来 好像你都享受了不少时间 因为小朋友大了 因为很多时候 妈妈小朋友大 都会出回来做事 不如捉到Adam出来 我们去搞些事 去香港做些事 其实你踢爆了我的心事 我跟他说了很久 我说是轮到我退休 你退休了十多年 即是他不肯出来 其实他现在有很多他自己的兴趣 你知道他很喜欢做食物 他也做了一个 好像你那样的一个私人空间 我们就聘了很多朋友 有时候有些聚会 我觉得饮食会友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去维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朋友都要经常见 是的 没错 他又继续投入自己去打Golf 其实他一点都不是一个闲人 他绝对是一个亡人 其实看起来你们两个都很幸福 很多时候 男士要去到可能退休六十五 或者七十岁 才有机会去打Golf 去做食物 但他已经可以很早享受了这件事 太太可以享受了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即是说我们香港人 可能都是体现了一件事 会变通 环境不就的时候 我们不要强行走就他 是否这样 绝对同意 千万不要刻意追求 其实有很多事情随心 随着环境来到灵活变化 有时我想人有自己的固执 我也会的 但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 是要互相去让步 然后那条路就会是 我们古老人家都说 船到桥头自然直 慢慢就会走到一条大路出来 不要太过刻薄自己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香港 因为一样都说效率 生活节奏很急 令到大家好像没有什么 休息的空间 有时可能真的被自己 是发白了 不要想太多 是 最后一件事 Queen's 经过你的事业 经过你对很多事业的感受 也说到家里了 最后一句 你怎样跟香港的年轻朋友 香港今天和我们真的很不同 我们很幸运 当时可能是社会环境 向上流动容易一些 让的好像更快一些 去到今天 整个社会都复杂了 内地的竞争又很大 是 你怎样看 你怎样去教他们 你走上流动 我们的教很简单 我经常都说 你每做一件事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请你为他人着想 我觉得现在我感觉到 社会上 就是大家都从自己 做出发点 What is it for me 如果没有好处的事 你不要找我 但这就是正正会令到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的维繫 会是淡薄的 因为有些都是以自我 其实对我两个儿子的要求 我不是要他们 农村奉 像我们以前那些 古老的思想 我只是说 做一个对得住自己 对得住社会的人 只需要做每一件事 为他人着想 想多半步 停一停 因为我们现在的步伐很快 他们是重复的 完全想到 写东西上 是不需要考虑 有时在不知不觉之间 不单是伤害了自己 伤害了别人 他们是感觉不到 香港现在是很重复的 开会 按摩iPhone 我们每个都在犯这些毛病 绝对是 但我觉得真的要为他人着想 简单些 不用想得太复杂 各样都可以很厉害 但我觉得要一个思想比较成熟 EQ高 反而是现在 我们可以帮我们年轻人做更多的事情 多谢你 有机会再继续他上来 多谢你 好开心 我们今天有机会和Queen's聊天 刚才我们在过去的几节里面 能够深入探讨过Queen's的很多方面的工作 令我感受很深的就是 第一件事 她本身是读一个政治和公共管理的课程 跟着她跳了去不同的工作 到今天成为一间大的航空公司的发言人 真是不简单 其实在中间里面一个女性去到这么高的位置 代表公司对全香港市民发放的消息 责任其实是很大 可想她的压力一点都不小 但她做得非常之好 这个是我们做好朋友见到都很开心 那期间她和我们谈到 中间她感受了很多 例如我们在伦敦大风雪 香港朋友滞留的情况 其实她刚才在镜头之外说过给我听 正是体会到香港很多小朋友公主病 或者王子病 很多时候我们捱不了 这件事我们家长都要开始留意一下 如何利用这些比较特别的情况下 令到他们的生命成长 因为香港的小朋友实际上太幸福了 一直以来有很好的照顾 读书也好 飞机回香港 其实我们都知道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航空公司的价钱都很不同 但是家长都会给他们最好的 我希望我们香港的朋友都知道 父母对我们真是莫名不知 另外最令到我找Queen Sun大家聊天 就是她和她先生的一种相处之道 刚才我也提过 《御用贤》这四个字 我第一次听到在Adam的卡片上 简直是肃然起劲 为什么这么幸运 可以不用上班呢 但其实绝对不是一不能想的一件事 当我认识她深了 今天再和她聊天 发觉原来一对夫妇 或者是一个家人 能够遇到就着的情况去作出适当的改变 令到她整个家人都更加进步 个人的得着 这件事我想很多人都想不到 我们应该是 每个人都想着一个 open-minded的心情去应付 我们遇到困难 刚才像Queen Sun所说的 她先生在那段时间 真的再继续下去 可能的效果是反效果 反而她自己的事业 在那个情况下 是可以更加发展得更加好 正正是因为她们两位 能够拿出来谈 两个人真的去面对社会 当时一定有相当的压力 今天她们是成功的 我很希望这个简单的成功例子 能够令到我大家思考一下 在我们生命里面 特别是香港人 在这个大时代里面 我们如何将自己去摆位 能够除了对自己好之外 家族也好 甚至乎全香港都得益 我很希望今次这一集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集 能够令到各位 认识一位 我们只是在报章 或者在电视上 表面见一个发言人 原来也很有感性的一面 也在她中间不同的过程里面 是有得到不同的好处 能够令到大家的生活更加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